八十七页 来 八十七页呢 它这个地方就讲 第四行 菩萨如实念念成熟一切众生 前面呢 它是然后说 有了这个发愿了之后呢 就有神力 那有了神力之后 第四行 就是有的人呢 他得到了他的心愿 心想事成的时候 他就忘记他当初的愿 那菩萨呢 他不会 他说念念都是为了 成熟一切众生 念念严禁一切佛场 所以每一个念头 念念都在正面上 所以他说 我们 其实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过程 就是从自己的心 开始来观察 那我们大部分的时候呢 心就是随静而转 那每天遇到的事情 就会影响我们的心 那我们讲心情 但是呢 修行 它真正最重要的就是从心去守好 那我们讲 这修行的法门呢 刚开始是对静 对静念心 那对静呢就有什么这个世间的现象啊 你就学因缘法 然后呢 对自己的看法 你就修四念处 然后慢慢的修到后来 你已经不再受到这些静的影响 其实都是自己的内心 自心取自心 非换成换法 所以我们说 这个禅宗教我们这个参话头 参话头其实就是从我们的念头去 去安住在这个念的位起之处 那如果我们能够随时都在 在这个念头的这个当下 就在观照的话 其实他就是这个念念 就是前念皆后念 就不离当念 念念普入一切法界 念念皆息遍虚空界 他这一段到最后呢 他讲什么八十八页第二行 他说这个念的最极致呢 就是超越一切世界 世界就是空间嘛 一切诸解就是时间 就是时间跟空间呢 都能够怎样都能够无碍的意思 就是修菩萨行不生二想 没有杂念没有妄念 就是一心以异专心一致 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不管你在什么世界 在什么时代 那我们常常会感叹啊 我说我们现在叫做末法啊 有没有 其实这个末法的时代呢 他是跟谁比呢 是跟如果跟前面比 我们就是比前面的还要末嘛 如果跟后面的比 我们其实还有法嘛 是不是 所以呢其实我们说 常常在自己在感叹 自己在这个时代啊 或者那个时代啊 你去看他就是不能安住在现在这个状态 所以总是呢 心啊产生二想 什么叫二就是相对比较 那你怎么比 你就永远就是没有办法安住 所以说不管在什么时候 不管遇到什么人 不管在什么样子的空间 什么样子的世界 是净土的世界 或是会土的世界 你都如是 都能够修菩萨行不生二想 好那所谓 普入一切广大世界海 一切世界种中 种种籍败诸世界 种种庄严诸世界 就是各种世界 那下面呢就讲会有世界 会而兼近 我们现在是这样嘛 我们是在会 会土说过世界 但是呢 会土当中有净土 就是总是会有那么一群人 愿意行菩萨道 修菩萨行 那这个总是会有这个净 那有的呢是世界净而兼会 有的世界是怎样 杂烩 永远都是乱的 有的世界是清净的 那他在举这个例子 就是不管是什么样子世界 最后一行这里讲 如是一切诸世界中念念修行 诸菩萨行念念啊 每一个念头都没有空过 好那八十九页 修菩萨行就要展现菩萨的微得力 那微得力呢 是要来度众生的一个方便 所以他下面就在体验 这到八十九页第三行 善男子 毗如真那如来于过去世如是修行 见诸众生不修功等无有智慧 着我我所 有了这一些烦恼 有了这些痛苦啊 毗如真那如来是怎样 就是起大悲心 起大悲心 那起大悲心的目标呢 就是希望让众生能够懂得修福德 懂得断烦恼 懂得出离这些苦 因此呢要怎样 一开始 一开始呢要先赞叹 所以一开始先修赞叹法门 所以我们修行最最简单 就是你遇到这个人 你就先赞叹他 就先赞叹 那的确啊真的是在这种环境 能够来用功 真的是值得赞叹 有没有 不管修的怎么样着 他都值得赞叹 有没有 不管他多么没有懂道理 没有没有懂礼貌 他愿意踏入道场 他就值得赞叹 就有善根 是不是 有很多人他 刚刚那个龙先生跟我说 他们现在组了一个团 要去西安 那里面呢安排的两天 全部都是道场 里面有十几个人 没学佛的 就要趁这个机会把他拐进去啊 到时候呢就会有这个问题了 什么问题 有人就会说他在外面等你们 是不是 是不是 那如果刚好是亲人呢 你就会看到呢 太太就在那边气先生 先生就在那边气太太有没有 但是有人就是要在外面等嘛 但是这个时候呢 你先不要着急 外面等就让他等 里面进来的先得度啊有没有 他本来可以也选择在外面等 可是他愿意踏进来 你要不要很感恩他 要很欢喜 然后呢他发现呢 大家都进去之后出来 脸都亮亮的很开心 他下一次就会怎样 下一个道场就会说 我要进去上个厕所 就会移进去了 你知道吗 就是没关系你就让他等啊 是不是 我们有很多居士就是这样喔 这个太太啊先生呢 在里面上禅秀班 他就是温馨接送请 怎样都不进去 他就在门口等 是不是 好啊张望一下有没有 我们张先生也是这样啊 是不是 哎呀这个大家都这么热心 站在那边用功 他就在旁边看你们在忙什么 是不是 我们上次撒镜的时候呢 把他推到最前面 哇他还在归在那个主法拜殿上喔 是不是 他说哇好像真的就是有这么一回事 因为他被气氛感染了嘛 所以他说哇这么多人都来我这个地方 做这个上宾是不是都是贵宾 然后每一个都那么开心 你们学佛的好奇怪喔 为什么这么开心 到底在开心什么 有没有 所以呢 慢慢慢慢他就进来了 那怎么进来 就蛤蛤蛤啊 是不是 就是赞叹他啊 是不是 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就讲 为诸众生 称阳赞叹 坚固善根 其实我们在家喔 我们家人做得再好 你都不会称赞他有没有 你就会觉得这应该的啊 是不是 本来就应该是你的家啊 是不是 你不做谁做 当然是你做 可是呢你去到场嘛 你随便做一个什么 即使呢做得很糟 你也会得到很多很多的赞叹 有没有 因为呢师父为了拐大家 无所不用其极 乱赞叹一通 为什么 因为佛陀教我们的嘛 是不是 所以呢 有一天呢有一个居士喔 他抽到一根签 抽到一个吉祥签说 你要修 称 你一天要称赞三个人这样喔 哇他的功课很难 因为他都很少去称赞变 所以他就只好呢 去找一个他遇到的第一个人 可是这一个人呢 就是在寺庙里面 是很令人头痛的 大家都讨厌他 那他看一看他还真的找不出 可以赞叹他 所以只好说 欸你这身黄衣服真的好适合你喔 就只能赞叹 我说你是说真的吗 我说没有因为我实在是找不出什么 可以赞叹 然后他穿了一件新衣服 我就想说那赞叹他的衣服好了 是不是 那你看你真的是乏善可乘 到这么悲哀喔 那我们要去练习什么 要去练习 不要去赞叹他的外表 要赞叹他的什么 这里讲善根 那个善根就是什么 他不起烦恼 对于佛法有信心 不贪不称不吃叫做三善根 他在这一瞬间他都不起烦恼 就是善根 他进到佛门当中 他愿意在佛前停留一下 在那个时候心平静 那一瞬间他就是有善根 他就是善根啊 要不然人家是看到佛 就起烦恼心啊 是不是 看到出家人 噗噗噗啊 是不是 就是有的是真的是这样啊 那你说看到了 能够有保持一个善意 那就是善根 那称赞让他安住在他的善根 因为小孩子不知道怎样是对的 你一直称赞他 他就会觉得这件事情是对的 有没有 所以哇小菩萨你好棒 你会拜佛 他就会一直拜 有没有 那个法治啊 那个小孙女 噗噗他会念撒伯 从头到尾一直念撒伯 有没有 他就是因为他 他就是想要得到大家的称赞 那他不知道怎样叫做称赞 这个行为会得到的别人的称赞 他就会安住在那个行为里面 他就会一直做 一直做一直做 坐久了 他的善根就坚固了 是不是 就会变成直觉的反应 所以另起安住 住久了 他跟诸佛菩萨 产生一个很殊胜的缘分 很殊胜的缘分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师父啊 他 诶这个残期的期间 他小朋友在那边吵啊吵啊吵啊 诶到一半呢 他说小朋友可以出去玩 他们就一窝蜂 全部都跑出去外面 在那边 哦大声小声 吵得大家都不能睡 可是没有人去制止他们 他玩得很开心喔 那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隔年 爸爸妈妈没有要来 小朋友自己说要来 放暑假就说我要去道场 因为在那边爸爸妈妈都不会管 有没有 然后就几个人了玩疯了 很开心 每年都结伴人家去租道场 好 等到他长大了 他的心里面一直都有佛法 一直都有道场了 等到他真的开始懂事了 他开始学佛法 他就会怎样 他就会开始用正确的方法来信佛 要不然他就是来玩的嘛 那先让他开心喔 所以安住在这个善根里面 然后他慢慢的就会了解佛法是什么 叫远离生死 所以先结一个缘 让他先安住 那这些远离生死贫穷之苦啊 他从哪里来 从勤修扶制助道之法 认真的修行 发心的修行 欢喜的修行 他自然就福报俱足 所以他这个地方呢 他说 诶 毗如真那如来呢 就是这样度众生 所以这个度了一切众生呢 就殊胜的智慧就升起了 好到九十一页 圣财童子说啊 他就问呢 他说 圣者发阿鸟多罗三鸟三无敌心 其已已久如 他说这个呢 你多久了 你发心发多久了 他说 此处难信难知 难解难入难说 世间的人啊 世间的众生 还有二圣 没有发菩提心的人 是很难理解啊 所以 唯处诸佛神通所护 善有所赦 及圣功德 才有办法能够了解 能够了解 他说 如是之人啊 这什么人 就是跟我发一样愿的人 才有办法了解啦 所以九十二页倒数第二行 他说 如是之人 能与此能持能入能了 为什么 因为这是如来境界 如来境界 连菩萨都不能知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他在讲非常的殊胜 但是他为什么要让三才童子 还是不妨碍让他知道呢 因为三才童子 就是怎样 跟他发同样的心 所以他在九十三页就讲喔 他说 欸我现在呢 因为你是文殊菩萨介绍来的 那文殊菩萨介绍来 文殊菩萨是佛啊 那你愿意跟文殊菩萨学习 你一路这样参访善知识 你一直都是发菩提心 所以现在呢 我可以成佛神力问你说 问一言说 好 那随如所问魏汝萨说 所以耳时开复一切书花夜神 欲崇明起义 他就在讲这个佛境界的殊胜 这个地方呢 其实他主要在介绍 这用毕如则那如来行菩萨道 来介绍这个菩萨众生的一个殊胜法门 就是要普渡众生要用谁来做抹饭 就用毕如则那如来 所以他在讲释迦牟尼佛的故事 释迦牟尼佛是化身嘛 然后他的本尊这个毕如则那如来 他说从过去到现在呢 释迦牟尼就始终都是如此的去渡众生 那后面我们就会看到什么 因为他在兰比尼园 那这里面的这个夜神呢 就是让大家都开花 让所有的树都开花的那个夜神 然后接下来呢 他后面会碰到摩耶夫人 碰到这个什么 就是他的这个太太 就是跟这个释迦牟尼佛同样都是法亲眷属 同样有姻缘的这些角色 他在这里面就渐渐的就都认识了 那这个认识了之后呢 释迦牟尼佛的一个过去的修行呢 也全部通通都在这边都讲出来 那这边呢就来讲 来九十七页 这一段他说过去生再过去世 过世界海为成竖节 有世界海 叫做普光明真经模拟山 这世界海中有佛 这尊佛叫做普照法界 智慧山极境威德王 那这尊佛在修菩萨行的时候呢 有非常殊胜的如来同时出现 在同一个时代出现了非常多的 如来在红返度无量众生 那这个九十九页呢 他这里面呢就讲到其中 这个世界是一个很好的时代 那其中呢有一个世界种 这个世界种呢叫做普庄严床世界种 有世界名一切宝色普光明 那这个一切宝色普光明呢 这里面呢就像是一个城市 天上的城市一样 那这个城市里面还有一座虚明山 所以每一个世界都有虚明山 什么叫虚明山 虚明山就是什么 就叫庙高山 就是最高最高的山 就叫庙明山 那这个庙高山呢 这上面呢就有很多的仙人 天人就会一山而住 那我们自己现在呢 就是在虚明山的山脚下有海 四大海 四大海当中呢 我们在南边南战部中 那这是我们这个世界 那现在就在讲这个过去世 过去世呢有一个虚明山 也曾经有这么一个虚明山 那虚明山也是分成东西南北四天下 那四天下里面呢 每一个天下呢都是什么 都有一万大臣 一万大臣 其中在炎福提 你看我们也叫炎福提 他那个时候也叫炎福提 有一个王都叫做坚固庙堡庄严云灯 一万大臣周扎于围绕 其中有一尊王 叫做一切法因圆满概 一切法因圆满概 那这个时代呢是好的时代还是不好的时代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算是 这个人寿平均是一百岁 一百岁呢是八万十千岁当中呢很差的 已经接近十岁了有没有 所以到处呢都有葬立之气 还有灾难 人心呢互相都是斗争 甚至于呢有很多很多不好的事情 每天都在发生 那如果呢人寿是一万一万岁 那还是比较不好的时代 可是跟我们现在比起来算好了 一万岁 如果是八万四千岁的时候呢 那就不得了了 那就是一个就像在净土的时代一样 所以这个人寿呢就是一个人的福报 其中有一尊王 这尊王叫一切法因圆满概 那他其中呢有大臣有财女有王子 那这个王的威德很大 可是问题是啊 这个时代呢虽然算是好的时代 已经不错的时代 没有敌人就是没有战争 可是他自己内部呢就有一些问题 这个武浊二世就是有武浊嘛 所谓的武浊就是知见观念啊 见着 大家的意见都不一样 而且呢坚持己见 我认为我觉得这个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 所以这个见着 然后呢见着之后呢就有什么 就有烦恼着 烦恼着之后呢 众生就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烦恼 来障碍互相障碍 所以就命着 命就不容易往 就是照平常正常的 这种生命寿终正寝 所以会产生呢很多的灾难 这个灾难让我们夭折 让我们夭寿 所以命着 命着之后呢 诶众生呢就是在一个这种 这个烦恼现前的状态 所以有结着 见着 烦恼着 众生着 命着 那这里边呢就在讲 武浊起了之后呢 人寿就变短了 寿命短处 知法 知才法少 就开始有人 有穷人出现 然后有丑陋的人 长得不好 长得不好看 多苦少乐 那心呢 就跟着也就心地不好 就不修时善 意思就是什么 贪、撑、吃 杀、盗、淫 所以我们去看 所有受五戒的 基本的项目呢 就是我们做人的基本的原则嘛 不杀生 是不是 这个时代呢都不杀生 那怎么会有抢盗勒索 可是问题是 诶这个时代呢 大家都没有受五戒 你就会有什么 杀人的问题啦 就有抢夺的问题呀 就有这个 这个什么 感情出滚的问题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烦恼呢 其实根源就是没有修时善 那没有修时善之后呢 互相呢 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冲突 好 101页 然后他就在讲到这个世界就被感应了 心会感应这个世界嘛 好 所以当他的心思已经是五拙的时候呢 他所感应的这个时代 以示因缘风雨不时 苗架不登 你看我们有台风 该下雨的时候都不下雨 不该下雨的时候下了一堆雨 是不是 有的地方沙漠化 有的地方呢水灾 有的地方火灾 你看去年这个洛杉矶战片火 全部都烧光了 同时一起焚烧 然后呢 现在中国大陆到处都淹大水 台湾呢 听说我们在台北的时候 听说南部淹水 我们都不知道 是不是 所以呢 其实这个是风雨不时 就是不照时间来 该下雨的时候没有来呀 二十四节气就是看这个什么时间嘛 看天气再过日子嘛 那结果呢 诶 风雨不稳定 苗架就不能够 是就是能够如实的 这个能够长出来 所以现在呢 吃的东西没了 人民匮乏 是不是 身体就出问题 然后呢 心理也出问题 所以恶性循环 恶性循环 持走四方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待不住了 就去找 看哪里有的吃 就去搬家 就搬到有可以吃的地方 好 所以现在呢 就是迷索医护 他没有办法 自己过日子呢 那怎么办 去哪里呢 那因为呢 哪个地方呢 有什么 贤王 就哪里去 那这一个 一切法医圆满盖王呢 他挥得很大 所以大家呢 就很向往 好 所以我们在 于潜世帝论里面讲啊 这个王喔 有金伦王 有银伦王 有铜伦王 有铁伦王 有四种层级的王 那金伦王呢 就是什么 统一四天下 怎样统一 他不用统一 因为他德恨很大 大家都自动来臣服 民风所至 民心向往 所以呢 就大家就说 我来当你的人名好不好 其实这个就是很有趣 就是像那个树林 他把他的公司 这个庄王的 这么的庄严 每个人都说 我可不可以来当你的员工 有没有 就是大家就想要来 所以其实就是一个好地方 刚刚那个道长呢 介绍钟南山 你看讲的这么的让人向往 你会怎样 哎呦我要去哪里报名 有没有 是不是你只要呢 福利自然呢 大家就会怎样 信生向往 就会往那个地方去了 所以这个 其实金伦王就是这样 但是如果到 你今天只有掌握一国的实力 叫做铁伦王 有没有 什么叫铁伦王 就是你的武器都是铁做的嘛 兵器啊 所以你的实力跟我的实力 谁大 大家互相不让 所以就来打打看 看谁的武力强过对方 谁就听谁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这个叫做 事据秘敌 就不是用威德来射受 就是用武力来射受 或者是用什么 用经济实力来射受 所以我们会打各式各样的战争 其实是因为什么 大家的福报都不够啊 所以只好互相在那个地方 互相较劲 那这个地方呢 101夜 这个转伦圣王 这个王一切法因圆满盖 他是一个什么 所向披靡的金伦王 所以大家呢 没东西吃的时候 都去哪里呢 贤乃共绕王都大成 全部都来了 要来依附 要来依附 所以无量无边百千亿 四边周扎 高声大呼 举手啦 合掌啦 大叫啦 常跪啦 这个看起来呢 很多难民 难民来了 那就向国王说 大王大王 我等经者贫穷孤入即可寒动 有疾病衰雷啊 众苦所逼 那我可不可以来医治你呢 我观大王仁慈智慧 那我想到呢 我如果来你这里 我什么都有了 我就可以改善我的生活了 我一定会过一个安乐的生活 那大王呢 听到这件事情呢 听到这么多人来求 他是怎样 门杆关起来都不可以进来 是这样吗 不是 他就很慈悲 他说呢 大家呢 真的很可怜 所以呢 他说发起十种大悲语 十种大悲语 一百零三页 一百零三页 他说 这个啊 这些这么多的难民 我要怎样才能够救济他们 好 救济他 救济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吃饱吗 不是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呢 也就像这个难民一样啊 我们也是面目无光啊 也是呢 行体衰雷啊 是不是 好 我们也是身心呢 就是在这个三界当中呢 四处奔走啊 好 那我们也跑到佛堂来 这个跟佛陀呼喊 有没有 佛陀啊 我要怎么样 你赶快救我啊 我希望呢 能够得到安寅之处 所以这个大王呢 就想 我当云和而树免祭 我能够度他 然后呢 令其得住一切之地 最重要的 要让他能够称佛 度众生 你有没有 那个心想要让众生成佛 好 我们在打禅妻 我就跟所有来打禅妻的人说 我们打这个禅妻啊 这个道场叫做选佛场 所以我们自己要下定决心 我的目标叫做什么 我要克其取证 我要把自己当佛陀的候选人来选 而不是我只是参加一个禅妻 留一个纪念 我曾经呢 打过禅妻 我曾经呢 腿痛了三天 那这样子很可惜啊 那只是过眼云烟 所以如果呢 各位 我今天是发一个心 我来到这个地方 我是要来成佛的 你在修学这个法门的时候 你的心是不一样的 佛陀在度我们 度众生的时候 他的目标就是大家要成佛 是人人都有佛性 人人都可成佛 他不是说 哎 不错啊 你有听就好啊 是不是 来这个地方充个场面啊 充个人数就好 不是 所以他这个地方就讲 我不只是要救他的身 我还要救他的心 我要让他能够住一切之地 能够真正要住 不是只是住在一个金碧辉煌的房子 我要让你住在智慧的这个地方 所以一切之地 哀哉众生为主烦恼之所批破 我当云河而作救护啊 令其安住一切善业 所以这是被逼迫嘛 第一个烦恼 第二个我们被生老病死 说恐惧 然后第三个呢 我们会因为世间有很多的恐怖 战争啊 是不是恐怖攻击啊 然后呢 我们也担心啊 现在选举要快到了 开始呢各式各样的 互相在那个地方拉扯啊 然后一下子呢 就说美国对我们怎么样 一下来说中国对我们怎么样 一下香港对我们怎么样 那我们到底为什么随之起舞呢 其实是因为害怕 是不是重步嘛 我们害怕如果谁怎么样 谁当选哪一个人怎么样的之后 我们这个世界会怎么样 我们就是在担心这个 是不是担心领导人 担心呢这个政府 担心呢这个世界 担心别人对我不好 担心自己会受到伤害 所以重步所逼 那我们如果呢 能够找到一个 永远不会伤害我们的 一个对象 那个地方 那个人 就是我们最大的依靠 所以他讲 王他就发了一个愿 他说哎呀 这些众生很可憐 他们之所以会跑来 是因为他们觉得我是可靠的 我们所在的这个环境 是会让他得到安乐的 所以我就是发一个 非常诚恳的心 我一定要让所有的众生 愿离恐怖 愿离恐怖 所以我当云合而为幼主 你们这个前几年 在那个难民朝的时候 那德国的总理就被 啊是不是 就是你开放那难民进来 我们德国 我们现在德国变很乱了 有没有 整个欧洲都变很乱了 那的确是这样啊 我们第一个 被这么多的难民进来 这难民里面有的是好人 有的是坏人 有的是在贫穷困苦当中 开始有很多的什么 偷拐抢偏 所以这里面呢 他就在讲这个现象 是不是人在这种痛苦的环境 贫穷的环境 匮乏的环境 他可能会做出什么 食恶的行为 那的确他们值得可恶啊 是不是也是自找的啊 所以才会这么惨啊 可是你刚好就遇到菩萨 这菩萨就不这么想 他不怕 不怕你把把这些人引渡进来之后 我们的国家会完蛋 为什么 为什么 如果你原来的人 他的这个善心不够 他就会被带坏 如果他原来的人福报够 善心俱足 而且智慧够 谁来谁就被转 所以其实就是看你自己的底啊 你的底不够的时候呢 你这是遇到什么 就被转来转去啊 所以你这个国家呢 本来就已经准备要乱了 只是刚好有一些烂民 来当你作为借口 是不是 但如果呢 你本来就是一个非常 有智慧的一个人 你不管遇到什么人呢 有时候我们说 都是你害的 我跟你自从跟你在一起之后 我都变笨了 你自己本来就笨啊 要说别人 有没有 是 我真的怎么跟你在一起 就觉得带衰 是不是 我们有一个居士呢 开车载另外一个居士 就一上车呢就爆胎 他说是谁 谁坐的这台车 是不是 你看这个车子 本来就快爆胎了 人家只是刚好坐上来 是不是 我们就是这样啊 所以这个菩萨的心 因为他的心本来就有愿力在 他之所以会明风所至 他就是本来就是威德力很具足 所以当他在看到这个现象的时候 他的思考就不一样 他说我要让他怎样 成为一个可以转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住员 所以我当云合而为幼住令其得住一切之道 那就是他的重点 都不是只有给他们吃给他们住 不是只有这样而已 好不但是给他们吃给他们住 而且还要让他们成佛能够正到一切智 那相信原来的注重一定也是这样子 因为他可以对一个最惨的人 都起这样的念头 他原来的这些居民呢 他一定就是已经是菩萨的这种等级了 所以他说呢 哀哉众生无有置言 是不是就是被身见所赴 身见啊 所以他才会烦恼他吃不好啊 他穿不好啊 是不是 因为他想要活久一点啊 所以他说 要把他的这个知见呢 再导正 另其得绝一见一魔 哀哉众生常为痴暗之所迷惑 我当云合而为做明具 另其照见一切之城 所以呢 他就发愿 发愿呢 就是目的就是要让他 让这一切的众生都能够得到一切智 好 在105 他发了这个愿之后 几股 几股 几股做什么 他说我们要布施 把所有的财宝通通搬出来 搬出来布施 有没有 这毗如真大如来布施 就发了愿之后呢 天上就下下来下雨了 有没有 所以他说几股 把所有的东西通通的搬出来 给大家一切众生 包括什么 最难的是后面106页 第三行 包括什么 王位 妻子 眷属 头目 手足 整个身 全部都可以舍 可以吗 舍得掉吗 往你来做 可以吗 我相信他可以 是不是 但是呢 想要来做这个王的 你有没有那个威德力 别人可能不要让你做 有没有 是不是 你要大众都愿意 这个王他之所以会有威德 因为他的心真的愿意 他不是执着那个王位而做王 他是因为不执着王位而做王 所以这个地方呢 他要叫大家大布施 其坚固庙堡庄严云灯城 东面有门 这个门 这个外面呢 就专门在做布施 所有的东西都搬到东边 107页 这布施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一个法会 这个叫大师会 大师会 好大师会啊 各式各样的殊胜 你如果布施的时候呢 乱七八糟随便丢 就是像跳蚤市场这样 可能呢大家就会觉得怎样 这个布施皆来时 所以布施呢 还要把他做得很棒 很庄严 要把最好的拿出来布施 好 我们大部分喔 布施的时候都是先怎样 就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有没有 家里有什么旧的 全部搬出来布施 为什么 因为接下来还要买新的 诶 这个也还可以啦 也算是有布施 总比没有布施好 但是呢你真正呢 把这个众生当佛 来供养的时候 因为这个王是要 让众生成一些智 所以等于是 他在供养未来佛 虽然他现在很落拓 可是你不要小看 他是将来会成佛 你不要等到将来他成佛 你才拿上庙的宝物 去供养佛 佛已经不需要了 是不是现在呢 他很落拓 你说啊 那你就只配吃臭酸的饭 那你的心就是没有尊重 你布施的对象 你没有把他当佛来布施 是不是 所以呢 你看我们现在的人 对谁就是最大的布施 对那个宠物 有没有 用最贵的 还要帮他挑 小鱼竿要挑刺 是不是 那哎呀还要帮他梳毛 还要吹蓬蓬这样 是不是 哎呀对他的百般的呵护 但是呢 就是自己家里的长辈 收暗养院 是不是 他说我不会照顾 是不是 是你不会照顾 还是你不想照顾 不知道 如果我们家里面的人 哎你都可以怎样 能够这么的信心 把他当佛来供养 有没有 近视父母 就像什么 像是父母啊 就把他当佛来供养 有没有 当佛来供养的时候 他会得到 真的父母应得的尊重 也得到什么 一个善根的因缘 因为你把他当佛 他有一天真的会成佛 所以他这个地方呢 要布施的时候呢 你看他还要怎样 有灯啊 有香啊 还有音乐哦 他根本就是一个最豪华的宴会 无量百千亿 那由他诸音乐起横出妙音 是不是 而且呢 妙宝庄严 都是什么菩萨的果报 所以菩萨一出手就是最好的 好 这菩萨的发心 好 那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呢 让众生产生很大的殊胜 很大的殊胜哦 108页 第三行 那最重要的呢 先让大家觉得很欢喜 心旷神怡 然后 种种宝灵横出妙音 劝诸众生修行善业 就是一个正向的一个阴导跟开示 好 毕道王 主 狮子座 形容端正 人相俱足 余才余法 都能够自在 这个是最自在的王 那这个王呢 出现在这里做什么 这些众生要来请法 要来求取 要来启食 108页 而食无量无数无边的众生呢 种种国土 种种族类 109页 种种衣服聚来词汇 他说这个王是大智慧的 好 那王呢 见到齐者 也是心生大欢喜 所以两个呢 见面 两方互相都能够欢喜心 欢喜心 那这个地方呢 就在讲这个王见到齐者的欢喜 我们看到布施来求 求起的人喔 有时候你不一定是起欢喜心 是不是 有时候看到这个人很可怕 他一直来纠缠你 跟你要这个要那个 那你怎样 好啦好啦 一百块一百块 那个什么心 叫做打发他的心 厌恶心 你不要再来找我了 我就这样子 是不是 可是这个王呢 他是一个欢喜心 那这种欢喜心呢 说 哎呀你这是 你们这一切的来求取啊 好 第一个 看得起我 因为表示 我是具有这样慈悲心的 你们才不会害怕的来亲近我 第二个呢 我也是具有足够的福德 我才有办法利乐大众 那第三呢 你们来呢 其实就是符合我的愿力 因为我要度一切众生 让一切众生成佛 那你们今天愿意来 就是开始要成佛了 所以 其实这个欢喜心呢 其实还是根源于 因为你赞叹了众生的善根 你发现他的善根 你发现他不远千里 来到这个地方 他是有善根的 而且跟佛法有缘 好 那110页 他说 为什么这个王看到奇者这么欢喜 倒数第二行 他说 就像有人 遭逢十难 家人都善失 是不是 所有的人 一切众生 来了 我们有缘 那个缘分有多深 你不知道 可是如果你能够像佛陀 这样有神通力 你就会知道 他就是你多深累劫 失散的家人 所以他就在做了一个辟喻 他说 我都善失了 我们已经 怎样分崩离析 都没有见到彼此 突然有一天 在路上碰面 有没有 真的很欢喜啊 111页 而且还可以互相照顾 叫做 善奉辅对 情无焰主 是不是 所以 十笔大王见乃齐者 心生欢喜 亦父如是 就像看到自己的父母 就像看到自己的家人一样 所以 不会有这种厌恶心 好 那下面呢 其王而是因善之事于佛菩提 解欲增长诸根成就 信心清净欢喜圆满 他说 为什么他可以有这种心呢 因为他学佛 他懂 这个都是殊胜的因缘 所以他对于来 来求的这个 112页 倒数第三行 好 于来其者 生义子相 生父母相 生福田相 生难得相 生恩义相 生坚固相 师相佛相 他不是原来要有这种念头 这样子的念头就是 你来的不是我最了不起 是你就是我的什么孩子 你就是我的父母 我怎么会有这种福报来供养 你是我的福田 所以113页 所以113页 那这个时候呢 你的心 就会就像对自己的家人一样 对待这一个奇者 好 所以这种平等心怎么来的 平等心叫做推己及人 推己及人 我们以前的平等心呢 都是怎样 一律都是很冷漠 叫做平等心 有没有 一视同仁 我都不动心 我都不执着 其实不是 菩萨的平等心呢 不是全部通通都一视同仁的 不理会 菩萨的平等心就是 把每一个人都当成家人一样 我们自己家人再怎么样对理 你再怎么样子的生气 到最后还是家人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第一顺位就是先想到自己的家人 但是别人呢 哎 考虑一下 我有空在做 我有多余的时间我在帮你 是不是 那重点是什么 都没有空 因为家人已经把你的时间都占满了 所以家大业大 那菩萨的行为呢 它是很简单 就是把家人的定义 把家人的范围扩大 家人的定义是什么 我以为这一生 我的同一个性 或者是有血缘关系 有婚姻关系 有亲属关系的 才叫家人 菩萨的定义 它说不只是这一生 那过去生的呢 他已经变成另外一个身份 你不认识他 不表示他不是你的家人 那七世前的呢 累生累劫的呢 如果用多生累劫的家人 来定义你的家人的话 那你所有遇到的都是你的家人 这时候你的心就会自然 就会扩大 扩大到真正的平等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就是这个这样子的方式 而不是我要去另外找一个众生 然后把他当成家人 不是 你这所有一些众生 不分什么样的种族 不分 怎样 他这边就讲 112页 112页的最后 当你把他当成家人的时候 不择方楚 不管他是来自哪方 不管他是从哪一处来 不择族类 有没有 我们都是 我们自己的 同族的 我们都客家人 我们都禀南人 我们都是佛门中人 是不是 就是我们会分类 分类之后呢 他就会有什么 就会有这个足的问题 类的问题 不选形貌 是不是 我们喜欢度谁 我们喜欢度好看的人 是不是 我们喜欢度好看的人 我说要出家 我们现在出家的理由 就是说 欸你长得那么好看 你要来出家 有没有 我们出家人 如果多一点好看的 那个明星啊 来出家 是不是会有更多人 就会喜欢 喜欢来出家 有没有 其实他是喜欢 那个长得好看 不是因为他是出家 有没有 但是呢 欸 这是我们就会 喜欢顺眼的人 长得好呢 欸 就比较有人缘 然后呢 他的形状啊 他的相貌啊 他的这个声音啊 他的一个整个都很符合你的心 你就会比较喜欢亲近他 但是如果你去看你的 把他当成家人的时候 其实你就不会有这个分别 你生的孩子 如果是别人的孩子 你一定会说这么丑 好有没有 但是生自己的 那个孩子自己生出来 你其实还是觉得他很丑 你还是觉得好看 有没有 哦 怎么 怎么丑得这么好看 好有没有 哈哈哈 怎么丑得这么好看 是 欸 因为他就是 你把他当成就是你最大的宝贝嘛 好 所以这时候呢 欸 这个慈悲心哦 慈悲心就怎样 就变平等心 就是真正的慈悲心啊 113页 慈心平等五爱 一切朴实皆令满足 有没有 所以这个地方呢 他就是教我们 你要朴实 你要平等 就是把所有的家人 所有不是家人的 也把他当家人 所有的家人的定义呢 打破时空的限制 你光是打破这一生的家人的概念 你就会觉得 嗯 是不是 因为树林常常说 我觉得我跟师父以前 应该也是家人 我说是是是 真的啊 是不是 他去高雄都住我家 有没有 我来台北都住他家 是不是 欸 那这个 谁喜欢跟师父当家人 都不错哦 上一次离家出走 竟然还想要去我们那里 好 是不是 很开心 欸 这个 如果呢 你真的心里面有这样子 欸 我们很开心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开始 不是把师父当成是外人 什么事情都能够关起门来 都可以讲心里话 是不是这样 那其实 当我们去看一切的大众 我把各位都当成我的家人 相亲老者如母 少者如妹 是不是 那我最想度的就是我爸妈啊 最想度的就是我的妹妹啊 是不是 那再幼一点的呢 就像我的孩子 所以虽然我没有孩子 可是我可以观想啊 想象 是不是 想象的结果就是 还是不能有孩子 会把他掐死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就会想 欸真的 我们就是如果这样子想的时候 我们最想要给自己的家人 最好的礼物 就是让他成到正果 就是让他开悟 就是让他得到智慧 就是让他离苦得乐 那这样子想的时候 你就不会觉得好度跟不好度 你会无所不用其极的想办法要度他 而不会放弃他 是 所以呢 这个地方就讲 唉 凡有所失 凡有所求 你都能够把他平等的来对待 113页 第6行 食子会中有长者女名保光明 这个保光明女啊 长得好看 那皮肤是金色的 眼睛跟头发是干金色 那应该是湛蓝 那个蓝色 海水的色 海水颜色 生出妙香 口言泛音 那这个保光明女啊 他不但是长得好看 而且他的心也很好 是心有正面 恭敬师长 而且常常呢就是 所闻之法一时不忘 很聪明 很聪明 好 那保光明女去佛不远 合掌鼎礼 做如是念 他说 我今天呢真的好有福报 好有福报 我获善力好 我获善力好 我好有福报 我好有福报 我今天早上要出发的时候 去大辽转了一圈 因为刚好有几个义工在那边切菜 然后呢 切菜切一切突然看到 哎呦偶像来了欸 哎呦 怎么切菜切一切 我看到偶像这样 然后说哎 我说好有福报 我看到你好有福报 然后我看到的那个 来发心 这个大老远从台北 还要这样子 就是这个 跋山涉水 我们以前还有一个居士很厉害喔 那个鼠领 骑摩托车去 去神坑发心喔 我也是很了不起 那个阿嬷 老太太 骑摩托车去发心 就是去帮忙切菜而已耶 所以呢 那个发心真的是不简单喔 船向上之去 他就跟我说 师傅我七十了呢 师傅我超过七十也是喔 那打坐的人都不到七十 结果服务的人是七十 那我们实在是情何以堪 实在是不太下喔 但是呢 欸 我们就会觉得 大家互相看的都很欢喜 很欢喜 那这个宝光明女呢 就看到王他就很欢喜 他说我怎么能够遇到善之事 那他就对这个王呢 就觉得就是像遇到佛一样 遇到佛 那的确这个王就像佛 你看他那个心就像佛一样 所以他就很欢喜 他把自己身上的衣服啊 阴落把它脱下来供养佛 供养王喔 115页 他说啊 王啊 你今天来布施这些众生 我也要来赞助 你看我们大家呢 要来供养 要来布施 是不是 大家都愿意怎样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那你把自己的东西呢 拿一起来共相胜举 所以他说 我希望喔 今此大王为无量无边 无量众生的衣处 那我希望我以后也能够像你一样 成为大家的依靠 愿我未来亦复如是 所以呢 王你现在所做的事情 我也要跟你学习 我也要跟你做一样的事情 那这个大王呢 就赞叹他 是不是 他说呢 欸你现在发这个心喔 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 那宝光明女想要什么 我们往后看喔 他就赞叹再重复再讲一次喔 一百二十四页 他说一百二十四页喔 他说 宝光明女已记赞叹 一切法因圆满盖王 赞叹完了之后呢 一百二十五页 他说 我想要学王的这种发心 那王你要对我的开 对我的发心呢 有一个回应的时候 你想要 你应该会知道我需要什么 因为我想要学跟你一样 跟你一样的方法 跟你一样的结果 跟你一样的路径 我想要成为一个 像你一样的这个人 那如果是有人来问说 我要如何能够像你一样 这时候你对他的开示 就是把自己的经验分享出来嘛 是不是 我跟你一样是这么幼小 没有力量的时候 我是怎么想的 所以这个观世音菩萨呢 在愣言经里面就讲啊 亦我往昔嘛 是不是 这佛成佛了 他就讲到他以前 如果他要让一个人 从不发菩提心到发菩提心 他一定要分享 他怎么从不发菩提心 到发菩提心的那个过程 是不是 如果说我现在想要学你这样 好说好啊来啊 你来坐我的位置 他没有办法坐得住啊 因为他没有那个过程 他没有那个累积 是不是 不是说我今天我想要像王一样 我是想要寄予你的王位 不是 我想要争夺你的王位 不是 我想要像你一样 成为一个 能够成为众生依靠的 这样子的 好 一个大善之士 但这时候这个王对 曝光明女的开示 就是我如何发心 我是用什么心 来走到现在这个样子 好所以这个地方呢 大王就说善在同女 辱能信之他人功德 视为稀有 因为有很多人呢 你看到现在他很有成就 会起嫉妒心 会起羡慕心 是不是 但是一个人之所以会有成就 他一定不是凭空的 但是我们现在社会呢 都是怎样 就嫉妒别人啊 就讲风凉话 什么爆发户啦 是不是 我们以前我们到场呢 发展的很快 然后其实是我们的大和尚 我们的师父啊 从早到晚都没有休息的 很发心 最发心的就是他 所以我们这个弟子啊 看到师父这么发心 自己都觉得自己的力量很微薄 就拼命发心 所以我们全部呢 在山上的所有的师父的弟子 上千人都可以怎样 那个中医啊 每次把我们的麦都说爆肝啊 都说过劳 有没有 都可以这样啊 不眠不休啊 熬夜也在熬啊 因为我们很累的时候就想到 我们师父都还在外面奔波 你就觉得根本就不累 算什么 是不是 那时候呢 就是大家怎样 齐心一致 也没有管你是谁 我是谁 也不会计较说 你是不是大知事 我是不是小知事 全部都是一起发心 所以短短七年盖好啊 那有很多人说爆发户爆发户 有一次呢 我们师父呢 在跟我们开释 他叫我们不要烦恼 他说 他说呢 很多人说我们爆发户啊 你爆爆看啊 你爆爆看啊 你说也是有道理喔 我们要爆发 也是要有爆发的一个潜力啊 是不是 我们没有去牵乐透 如果我们哪里来爆发 都是一点一滴 都是大家很努力去换奶的 心血换奶的 一天当十天 是不是 一天里面做了十天的工作 一个人做了十个人的工作 好 所以很多公司呢说 怎么有可能啊 是不是 你在做企业的 人家都是怎样 就看我拿多少薪水 我就做多少的工作就好了啊 你要叫我加班喔 那你要有加班费啊 是不是 还要有奖金啊 还要有福利啊 要不然呢 我心情不好 我也不想跟你工作 是不是 那我们又没有薪水 出家也没薪水 也没财产 也没奖金 当个住持 最累的其实是住持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呢 你什么都没有啊 是不是 那你怎么鼓励大家 其实没有鼓励 就是师父做的比我们 还要 还要发心 还要发心来带动大家 然后叫大家要珍惜 能够出家不容易 能够修行不容易 想一想真的不容易啊 是不是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能够怎样 叫做信知他的功德 你要相信一个人会成功 他是有功德的 如果他是借由不法的手段 所得到的结果 你再继续观察 他一定会出事 是不是一定会出事啊 所以他说信知他人功德 视为稀有 你看 我们看到这个王这样子的大布施 你是起欢喜心 赞叹心 随喜心 学习心 那这个就是什么 你的善根 所以这个宝女呢 他的确也是不简单 他说你能够信知他人功德 那同女一切众生不知报恩 那如果不知报恩的人 他来面对你的时候 他讲出来的话一定不能听嘛 他所说出来的 所想的就是因为他没有智慧 所以他才会不能够随喜他人的功德 而且呢 有时候我们做救济 对人家好 被人家爬到头上来 有没有 还恩将仇报 有没有这样 有啊 你要有心理准备啊 你会遇到恩将仇报的人啊 这时候你要有什么心 所以现在呢 国王这个大王就在跟宝女讲 这就是他的经验 发心行菩萨道的过程 你会遇到 你要度的是叫做众生嘛 你遇到的一定就是智慧不够的 你才有度他的必要啊 你度那个很有善根的很信你的有什么好度 他本来就已经得度了有什么好度的 就是去度那个他不信你的 他对你也怎样 不闻不问 他永远都怀疑你说的 我还永远都怀疑你做的 这种你要度他 那你度他第一件事情 你要先不能跟他计较啊 因为他就是没有智慧 他才会讲出这种气人的话嘛 是不是 然后你还要被他气到 那你不是就是中招了吗 你就忘记你是要来度他的 所以反而被他度走了有没有 所以他讲呢 其心拙乱有没有 没有智慧的人 心思是很肮脏啊 很污浊而且很乱 他根本不知道该听谁的 所以他会人云亦云 他会听你小道消息 所以没有智慧啊 所以人家呢 欸做好事啊 好不容易把你圈圈圈圈圈到怎样 已经愿意修缮 已经愿意发心 结果呢随便呢路人讲跟你讲 你要小心喔 等一下那个诈骗集团喔 是不是 然后呢马上呢就开始怀疑 是不是 有一个人呢 好他写了这个报名表说 哇师父你说受菩萨戒这么好 我就报名了 结果回去呢他先生说 欸你不要受吧 你受的这个不好吧 你受了之后翻戒怎么办 是不是 欸这件事情呢只要讲翻戒怎么办 你没有了解清楚了 你随便去受 等一下呢造恶业 是不是 这路人讲都会讲的话 所以呢 这个其心拙乱的人呢 他就被拉走了 他就被拉走了 就不能明了 性不明了 性不明了 本无智利又退休行 所以自己本来已经没有什么在禁了 就提不起禁 你又叫他修行 他也真的是没办法 所以就静静推推 很容易啊 一点点的善根 马上呢后面起一个大烦恼 起一个很大的烦恼喔 所以如释之人 是因为不信佛啊 他也不知道菩萨有这种功德 你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 所以他就讲童女 你现在确定要发菩提心 要求佛菩提 既然是这样 你一定要记得 众生就是这么可怜 所以如今生子严福提中 发勇猛心 普色众生 功不堂倦 亦当成就如是功德 是不是 他们就是不懂喔 所以你今天发的心喔 第一个 你要肯定你自己真的不简单 好 第二个 你要了解别人的不能发心 你要能够理解他 好 好 那现在呢 王赞叹的这个宝女呢 就把 诶 这个手啊 里面的这个无价宝衣呢 全部 就是整个手呢都拖 拖到他的手中交给他 他说你穿这件衣服 好 这个宝衣是什么 这个宝衣其实喔 就是夹杀 就是我们的这个法衣嘛 法衣喔 他结果呢 他穿上了这个衣服之后 非常非常的庄严喔 哇 就是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的 这样的庄严 三男子尔时一切法因圆满盖王 是谁呢 彼如这那如来 有没有 他在南颜浮提度众生 光明王者 敬犯王 莲花光夫人者 摩耶夫人 宝光同女者 就是谁 就是那个夜神 有没有 他穿了那个衣服之后 后面就 爱上了这件衣服 是不是 其王而是以四设法所设众生 即使会中一切菩萨事 皆与阿鸟多罗三鸟三菩提得不退转 所以大家呢 就是来设受这个众生啊 这些被设受的众生都发心了 所以值得啊 是不是 虽然这些众生是很惨很惨啊 每一个都是很惨 那为什么很惨 因为没有遇到佛 现在让他遇到了 好 那一百二十九页 善男子 我为之此菩萨出生广大喜 光明解脱门 如诸菩萨摩合萨 清净供养一切诸佛 入一切至大愿海 满一切佛诸愿海 得勇往之 于一菩萨地铺入一切菩萨地海 好 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发心 他说 我就是知道这个法门 原行地的这个法门呢 就是什么 就是不失 就是发愿 那我们能够做的 就尽心尽力的去圆满 自然就有有缘的人来带你 叫做善之士 那善之士出现 我们还会有同侪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同行善友 好 那我们讲这个第八册 到这个地方 好 是这个夜神 好